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身体出现了甘虚目痛的情况 具体的情况表现为眼睛害怕看到强光 并且流泪不止 这个时候可以将下菇草和香腹籽适量的准备好 然后一起研磨成粉末 每天用茶汤送服务 效果非常不错 再来下菇草还可以治疗汗斑 汗斑会在我们的皮肤上出现一些白点 严重影响日常美观 那么这种毛病应该如何去除掉呢 其实我们只需要将新鲜的下菇草 直接泡水后获得浓汁 每天清洗汗斑的部位 长期坚持使用 就可以明显的看到淡斑的效果了 今天小编就来教大家一款下菇草的饮品 跟小编一起来看一看做法吧 首先我们来看一看我们所需要的食材 下菇草 荡参以及菊花 接下来我们在锅中加入适量的清水 开大火将它煮沸 煮沸后我们将三种药材加入水中 将它在沸水中滚约一分钟 熬煮一分钟后我们即可关火 熄火后我们继续将它浸泡大约二十分钟 二十分钟后我们将渣过滤掉 最后再加入少量蜂蜜调味 就这样我们可以趁温热的时候饮用 但是大家要记住了 下菇草茶也是有饮用禁忌的 下菇草茶并不适合长期服用 偶尔服用并无大碍 首先它会令身体产生抗药性 如果长期服用容易对身体产生副作用 导致身体出现抗药性 这样服用下菇草之后药效就会降低 所以说如果身体没有问题 并不建议大家长期服用下菇草茶 其次它对胃部具有刺激性 现代研究科学发现下菇草中含有燥干成分 如果大家长期服用下菇草茶 那么这种皂肝成分就会对肠胃造成刺激 导致身体出现拉肚子或者肚子痛的情况 最后下菇草茶虽然是凉茶常见的原料之一 但是并不能随意服用 中医认为经常服用下菇草茶 只会让身体脾胃变差 同时体内的湿气也会加重 另外小编要在这里慎重的提醒大家 下菇草茶不能长期服用 因为会加重肝脏以及肾脏的符合 导致身体出现中毒的情况 这也是有些人表示自己过量服用下菇草 出现肾痛的原因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大家对下菇草茶有更进一步的了解了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哦 谢谢大家